微小说 爵士演奏会现场 魏军夫妇晚上到国家音乐厅去听爵士乐演奏 巧遇大学同窗毕军夫妇 在开眼前的灯光下 他们发现彼此恰好坐在临座 兴奋地相互寒暄问候 表演将要开始 演奏者纷纷入座 他们意外发现台上居然是大学时代的偶像C君夫妇 C先生吹奏悲怆动人的萨克斯风 而C夫人则弹奏轻快乐耳的爵士钢琴 当A君正沉迷于爵士乐的轻快与慵懒时 他突然听到A夫人在低声啜泣 你怎么了 中场休息时 A君关心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想到大学时代日子 A夫人顿了一会儿 当时C君曾经认真追过我 但我最后还是嫁给你这个工程师 A君笑了笑 当时追你的人可真多呀 有文青 有李公男 还有医师 可是恭喜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李公男虽然笨拙无趣 但至少认真听话 而且还给你自由的空间 A夫人耸了耸肩 不置可否 这时 一旁的毕医师 得意地凑过来酸道 李公男不错 但是他哪能悉心照顾好另一半 带给他身心幸福呢 当年你我共同追求的斑花 现在是我的另一半 他轻轻搂了搂毕夫人的肩 没想到毕斑花并不给力 当场驳斥道 当时追求我的人 多得要拿号码牌 要不是和C君吵架 现在我应该就是C夫人了 尊贵的毕大夫 您最多知识辈分而已 此时演奏继续展开 但是C君夫妇的部分 已经表演完毕 他俩回到后台休息去了 此时 A工程师的手机 突然亮起 C夫人发来的信息 看到台下你们夫妻俩 轻轻握握 实在令人羡慕 我和C君 其实是相敬如兵的 真希望 台下与你并肩的 其实是我 祝福你俩 白手偕老 A工程师 趁着A夫人不注意 悄悄发了一封line 给碧班花 看到你憔悴枯萎的样子 真让我心疼 当时如果不是为了前途 早该排除万难 向你求婚的 而后台C君的手机 此时也亮起碧班花 发来的简讯 后悔当时和你吵架 害我现在每天和木头人医生 与抱怨狂病人为伍 不能每天聆听 你为我吹奏的萨克斯风 但我永远记得 那段美好时光 演奏会结束 观众席灯光亮了 三对夫妇 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时空 虽然内心都曾澎湃汹涌 但似乎终究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木情与思念 都是单行道 不会擦出火花 唯一的问题 是雷先生 这位工程师 他本来该发给 B夫人的信息 却错发给了C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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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